你是喜欢胖一点的人 还是瘦一点呢 想来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都会不加思索地回答 瘦一点的 没错不可置疏 在当今这个社会 胖一点的人 好像从来就是不受待见的 屏幕前的你 试想一下 假如有一天 你的体重到了200斤 或是更多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你身边的朋友 都会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甚至连你最亲近的母亲 也会表露出 对于你肥胖的厌恶情绪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办 我是小明 今天就要影片大鳄 给你答案 影片的女主江永娟 就是一个体重超标的人 超过200斤的她 走路都有些蹒跚 每当去超市购物时 都会买走超市里的所有布丁 当临走的时候 被减肥行业 强塞了一个减肥的广告 没错 此时的她已经完全 被减肥行业盯上 完全成为了 他们眼中的一块带宰肥肉 镜头一转 江永娟熟练地 在厨房做起了饭 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在她灵巧的手上制作出来 原来她是幼儿园的一名厨师 就在她妈妈的幼儿园里 为孩子们烧菜 她知道孩子们喜欢吃什么 孩子们天真无邪地 称她为大恐龙老师 这时候妈妈叫走了江永娟 恨铁不成钢地说 江永娟 一个30多岁的人 仍然找不到工作 连自己的身材也管不住 又怎么能让家长们放心 把孩子们交给她管 虽然外表并不美丽 但江永娟的心地 还是十分善良的 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主动给老人让座 却因为过于肥胖 而被周围的人嫌弃 但这时候肥胖 并没有给江永娟 带来任何生活上的困扰 因为她喜欢这样的状态 喜欢用乐观的态度 对待生活 而今天是江永娟的生日 江永娟满怀欣喜地 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 等待妈妈回来 而她等来的 并不是妈妈的祝福 而等到的是妈妈的嫌弃 生气的江永娟 在楼下吃起了炸鸡和啤酒 好心地帮小孩捡球 但没有想到换来的 却是三个小屁孩的 嘲笑与调戏 江永娟没有忍住 训斥了他们几句 没有想到第二天 那三个小屁孩竟然找上门来 向她扔鸡蛋 当江永娟气愤地 堆出去的时候 她不明白 到底是哪里惹到了他们 的确她根本没有招惹任何人 反而心地善良了她 更多的是想要帮助别人 但却因为她肥胖的身材 让周围人都想去戏弄她一番 这个社会对特殊人群的歧视 在这里得到了直接的呈现 当然社会不会一直阴天 有时候也会给你送去光明 一名快递员敲开了江永娟的家门 一个不经意间为她抹去 头上粘的鸡蛋壳的动作 使得江永娟的内心 萌发出了一种特别的感觉 看着会计员微笑地说 谢谢您使用阳光快递 看着眼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江永娟不知不觉 萌生出了暗意 在她吃早饭的时候 妈妈告诉她 快递员送来的是她的生日礼物 江永娟欣喜地拆开快递 因为她知道 妈妈没有忘记她的生日 但没有想到 打开后却是一个减肥课程 妈妈已经为她报了名 江永娟起初是想要拒绝的 但当妈妈提出 让江永娟设计幼儿园的菜单 作为条件时 出于对于孩子们的喜欢 江永娟才答应了妈妈的条件 母女俩出门的时候 看见了对门的邻居 邻居一个劲在夸妈妈的身材 拿妈妈的身材 和江永娟的身材做对比 这样江永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减肥中心后 讲课的老师给学员们 攒饰了一公斤的肥肉 老师们就好像是在洗脑传销一样 宣讲着套路一样的语言 贩卖着焦虑的情绪 除了阿娟以外的所有学员 几乎都疯狂地喊着 当老师询问学员们为何减肥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说 希望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为了让自己更加的美丽帅气 只有江永娟说 是妈妈让她来的 顿时引起了其他学员的嘲笑 老师也给了江永娟一个白眼 仿佛是在告诉她 这么胖的人就应该有一份自知之明 在称得自己105公斤体重的时候 销售人员看到了带宰的肥羊 展开了资本家式的销售 向江永娟疯狂地推荐的减肥产品 在看到妈妈对幼儿园小朋友的喜爱时 江永娟也希望成为妈妈喜欢的 而不是嫌弃的人 于是江永娟开始了她的减肥旅程 但是减肥的困难 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都是在接近极限的挑战 江永娟还在极度的煎熬下减着肥 当当空闲的时候 江永娟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 她减肥的决心也在慢慢动摇 但快递员无耗人的出现 再次让阿娟坚定了减肥的决心 某天阿娟回家的时候 碰到邻居高博 阿娟没有想到一向友好的高博 竟然趁私下无人猥亵她 慌忙之下 阿娟无意中将高博推下楼梯 高博也不省人事 这正好被路过的无耗人看到了 在高博被救护车抬走之后 高妈对江永娟进行了一番侮辱 几乎把所有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 江永娟十分委屈 想要辩解些什么 但周围没有人相信 在他们的眼中 阿娟这样的另类 是不会有人去招惹的 社会与现实对于肥胖人群的歧视 再一次得到了呈现 就等阿娟绝望之时 吴浩仁站了出来 被江永娟指正 吴浩仁仿佛是英雄一般 又一次降临到了江永娟的身边 为他化解危机 这样阳光帅气正义的男孩 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 我想大多数的女生都会很喜欢吧 更别说像江永娟这样 很少被人关注 关心或者是帮助的女孩了 江永娟和吴浩仁聊了很多 原来吴浩仁也曾经是肥胖的人 曾经也饱受异样的眼光 对于江永娟这样的遭遇 感同身受 吴浩仁明白 遭受别人异样的歧视 是多么的难受 所以他发自内心的愿意 去帮助江永娟 吴浩仁出于同情和理解 去帮助江永娟 但在江永娟的眼中 已经把吴浩仁的举动认作了爱情 这天吴浩仁邀请阿娟一起送货 并对阿娟说 她是第一个坐他车的女生 听到这儿 江永娟沉默了 或许是经历了太多周围人的歧视与嘲讽 又或许是江永娟内心自卑 江永娟竟然说道 我不算吧 可以想象到病态的歧视与嘲讽 会对一个人的内心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他们在车上聊了很多 分享着自己曾经最难听的外号 大恐龙 猪饲料 黑猪 厨鱼桶 定海神猪 他们聊得十分开心 这也是江永娟第一次高兴地 分享着那些恶意满满的绰号 在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身边 江永娟感觉到了温暖 回到家后 江永娟看着手机里二人的照片 脸庞不自觉地微笑了起来 随后江永娟又看向了镜子中的自己 一个美妙的幻想出现在他的身边 江永娟也决定开始真正的重视减肥的事情 他想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模样 之后江永娟学会了擦口红 学会了化妆打扮自己 和吴浩仁一起约会 一起看电影 傍晚他们坐在长椅上聊天 江永娟之所以做饭那么好吃 是因为他不喜欢外出吃饭 不想收到别人嘲讽和异样的眼光 所以他只在家中做饭 片中吴浩仁对江永娟说过一句话 让我感触颇深 一味地迎合他人 不如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做自己就好了 江永娟也因此受到了鼓舞 他们欢快地走在路上 之后的江永娟更加地努力 节食 锻炼 喝着蔬菜汁 坚持跑步锻炼 一切仿佛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但电影之后的情节走向 与我们想象的却是截然相反 那种出乎意料的反转 更体现出了这部电影独特的魅力 同时影片的主题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不同于以往套路的减肥力之片 无论开头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 最后总会得到成功 但是本片则是截然相反 在经历了一段减肥后 减肥中心开始测量体重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江永娟的体重不减反增 江永娟只能委屈地说道 是因为那天喝了一杯无糖饮料 但是这样的结果 却让推销减肥产品的人更加欣喜 又再一次疯狂地向阿娟推销起了减肥产品 江永娟听到他们的推销后 只能露出勉强的笑容 其实大鳄这部影片还隐藏了一条暗线 但是被引入内地平台上线时 被全部删除 删减了近十分钟的内容 和完整版相比 电影里的一条支线故事被全部删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支线 被删掉无疑让影片失去了很多色彩 而在被删除的片段中 聚焦的人物 是幼儿园的一个叫做小雨的男孩 小雨是一个有着一桩屁的男孩 但是身处于一个管教严格的家庭 但是自己的嗜好肯定是不会被认同的 直到阿娟某次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秘密 在一次接触中 江永娟发现厕所里的小雨穿着异装 此时小雨妈妈过来 江永娟选择为小雨隐藏这个秘密 因为江永娟知道 被别人当成异类的歧视感是多么的难受 此后江永娟开始和小雨做起了朋友 小雨也打开了自己另一番的世界 这天阿娟邀请小雨和吴浩仁一起吃饭 小雨为阿娟戴上了厨师帽 此时的江永娟仿佛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厨师 吴浩仁很喜欢阿娟做的饭 在临走时 阿娟发现吴浩仁忘记了东西 在寻找时发现了吴浩仁竟然用催吐的方式保持身材 被阿娟发现后 吴浩仁好像是没脸见人一般迅速地走开了 在那之后江永娟再也没有见过吴浩仁 来小区送快递的师傅也换了人 某天江永娟意外地发现了吴浩仁在和朋友吃饭 在厕所旁 阿娟见到了吴浩仁 被吴浩仁的朋友认为两人是情侣 但令江永娟没有想到的是 吴浩仁极力撇清两人之间的关系 说江永娟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 此时江永娟那些万念俱灰 回到家后 发现妈妈的宣传单上并没有自己的画像 原来自己仍被妈妈嫌弃着 在受不下来之前 自己在妈妈的心中永远只是个失败品 身材肥胖真的就是失败品吗 连自己最亲近的妈妈也不例外 江永娟再也无法忍受了 她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 做切胃手术 强行受身 但没有想到手术也没有成功 甚至江永娟失去了 她引以为傲的味觉 她再也无法做出好吃的菜来了 此时之前别人对她的言语不断地闪回 江永娟挣扎着 煎熬着 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崩溃之中 她生无可恋地砸坏了减肥中心的设施 看着强热那个从一开始贯彻到现在的海报 江永娟产生了幻觉 她看着那个美好的幻想 说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话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美丽的自己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江永娟 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可笑的幻想 最终鼓起勇气 打倒了幻想 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在幻想与现实中的较量中 江永娟的内心获得了真正的胜利 第二天妈妈赶到现场后 看到崩溃的江永娟 看到自己的孩子崩溃而绝望的神情 妈妈坚硬的内心还是软了下来 妈妈始终是爱着自己的孩子 最后妈妈终于向江永娟说出那句 对不起 坐在世界上的江永娟 看到了远处的小胖 看到了小胖对她微笑 江永娟也绽放出了笑容 仿佛又看到了小胖在自己身边说 去他妈的别人的意见 做自己就好 为何一再要迎合世俗的眼光 让自己变成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影片的最后 江永娟看到了楼梯口等自己的吴浩仁 让吴浩仁帮自己一个忙 江永娟没有忘记那个异装癖的小雨 吴浩仁微笑地把小雨忘带的东西 带给了她 打开了那一刻 阳光照在小雨的脸上 小雨感受到了被全世界认同的喜悦 此时江永娟和吴浩仁 三个人都展示了最灿烂的微笑 江永娟 吴浩仁 小雨 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是一类人 他们都因为自身的某些特点 被社会所不公正对待 被嘲笑 被歧视 被误解 他们试图想要改变自己 但最后依然是在自卑中度过 阿娟减肥失败 吴浩仁不堪的减肥方式 小雨的另类嗜好 三个孤独 被世界冷落的人走到了一起 相互依偎 相互温暖 找到了彼此相处的方式 找到了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身处在低谷之中 大鳄这部电影可以感到温暖 正如吴浩仁所说 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不如我们改变自己 那么改变自己到底是改变什么呢 难道改变自己 就会让糟糕的情况变得更好一点吗 显然并不是 最终我们所改变的 只不过是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对待自己 对待他人的态度 大鳄这部影片用超现实的对抗 来展示阿娟与内心深处的 另一个自己的对抗 这是与过往 与现实的挣扎和反抗 这种阿娟赢了 看完电影 电影所要表达的是 有人凭借皮囊而站在宝塔的顶端 有人捧着爱说金不换 其人生命里最大的一个突破之一 就是不再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担忧 此后才能真正的自由 你要站在你所热爱的生活里 有人保持闪烁 不必太过紧张 就像行星归于宇宙 河流归于大海 我们都会归于自己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再见 当然还没有结束 对于小雨的戏份被全部删除 无疑是破坏了影片的主题 也损害了导演的创作初衷 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的 国际疾病分类中 早已把异装症从疾病中剔除 它们的不同并非疾病 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像电影里呼唤那样 开放 包容 希望那一天的到来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再见